而淡水區新興里的里長 為了要讓學生的通學路避免病毒的入侵 也特別在一大早開始進行消毒工作 里長說雖然每年都會有定期的消毒 但是為了防堵疫情特別增加了這一次 希望讓里內可以更加清潔 今天除了是全國各國高中小學的開學第一天 淡水區新興里長為了讓學生在社區通勤上學 避免病毒的入侵 也特別在一大早進行消毒工作 里長說雖然每年都會有定期的消毒工作 但是為了防堵疫情特別增加了這一次 就是希望讓里內可以更加清潔 那口罩啦酒精啦我認為大家都買得到 只是說要排隊排很久 那至少還是買得到 那至於環境方面的話 我想說這一部分的話 由我們里長來為大家把關 那在這一次的話 我們新興里運用了里基層費用 然後智慧來幫我們新興里住戶來做一個全面的消毒 並且也會在社區大樓官委會的同意之下 進到地下室停車場等公共區域進行消毒作業 那這一部分我們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叫做廣玉室 一個是熱物室 那廣玉室的話主要是以殺菌為主 那殺菌我們主要以噴灑方式 主要以那個敵生藥劑為主 那噴霧室的話 我們主要是以殺菌 殺蟲為主 那主要是以賽百寧的這方面的一個殺蟲劑為主 那最主要是要讓我們的新興里住戶 大家能夠住的安心住的放心 那大家在武漢疫情的方面 在環境的部分 由我們里長來為大家把關 里長說這一次消毒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除蟲 而另外一個則是特別藥劑 針對病毒細菌所進行的消毒 讓新興里的環境衛生 由里長來幫大家把關 而這一次新興里的防疫工作也相當積極 里長也希望藉由社區消毒的行動 可以讓居民放心的在公共空間當中活動 免除病毒的入侵 記者許多萬一帶出採訪報導